那有跟賴副總統會過很多嗎 沒有機會 有機會的話會想問他嗎 那如果人家不想跟你講話 那你要熱臉貼人家的冷屁股嗎 那會支持他嗎 我看這個事情 我們覺得很奇怪啦 要人家支持也要支持得下去 搞了特搜你該知道的關鍵字 阿扁北上請願 台灣的政壇永遠比電影精彩 那個從三級貧戶當到總統 從總統當到受刑人 然後又從監獄抖出來的 保外就依傳奇永歌成水扁 除了開節目跟站台和開直播 昨天來到了17年前 倒扁的凱達格蘭大道前總統來向政府請願了 因為立法院正在審議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草案中 增加了曾犯國安法或洗錢防治法等 經判刑確定者終生不得登記成為候選人 七天前因為洗錢案被判一年定念的陳志忠 剛好就在草案的守備範圍 是為了防治洗錢而不是為了防治參選 那今天有人把它誤用 所觸犯洗錢防治法今後一例不得參選 這完全誤會了當初洗錢防治法立法的宗旨 行政鏈提出這樣的一個版本 立法院要強行通告 這個不是很奇怪嗎 我必須要特別強調的是 我不是為自己的兒子陳志忠來奔走 我是為有類似案件的所有的國人 台灣媒體對我最大的5次就是這次 這個只有扁迷接受的扁是幽默 就跟阿扁粉專的梗圖一樣幽默 我就想知道那些年你老婆貪的錢 難道也是為了社會大眾 為了百姓的福祉嗎 兒子只是剛好受賄 怎麼你家的事都這麼巧 趙建民還剛好有內線呢 阿扁錯了嗎 8天後即將入肩服刑的陳志忠 按照現在這個草案版本 未來就算出獄了前鎮小港的鄉親 也無緣再次投給陳志忠 扁迷的票無法留給扁戲 沒有了影響力阿扁肯定會怕的 民進黨在帝王選舉顯得不理想 前後20天就提出這樣的一個 顯報法修正案 而且還是抄總統副總統顯報法 那麼草率難免私利不足 一時洗錢一時爽 一直洗錢一時爽 2000年的綠色神主牌 變成2023年的燙手山芋 傳奇北上拜會客黨團 再次讓大家知道台中監獄的寬容 當初說好的保外就因四個原則 不上台不演講不談政治不受訪 直接變成一根原則 我他媽不理你 我们也邀请同仁上去做财政 了解他的一些原型 还是要等我们这个人回来之后 才能做一个判断 他看起来比我阿公还健康 你他妈还不抓他 阿扁对儿子都没有台中监狱对阿扁好 毕竟阿扁的手上有票谁都关不了他 对于前总统的请愿 行政院跟总统府 马上挂出免战牌尊重国会 阿扁的请愿交给立法院 我看就跟旷业法一起躺着吧 你就躺一下吧 那有跟来副总统的过头吗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的话会 那如果人家不想跟你讲话 那你要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吗 那会支持他吗 我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很奇怪啦 要人家支持也要支持得下去 那是他的命 那是他的命 大家好 我是阿娥 你知道吗 老阿托斯欧每周至少都会有 一到两部影片为黄标 自己收入自己救 现在赶快加入老天鹅娱乐会员 每个月用不较1%在股市赔掉的钱 就能支持老天鹅自作更多优质影片 也欢迎点选影片下方 超级感谢董内 给予我们更多创作动力吧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侯友宜被询 距离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征召提名之日已经所胜不远 新北市长侯师傅决战鸿海创办人 各方人马都不演了 日前新北市议会 国民党议员靠着人数优势 将原定6月5号市政总直询 乾坤大挪移到4月27号开始 并由国民党先行直询 这个招数有点太高端 但你以为这么做熟悉的国民党 就会乖乖直询侯侯上班了吗 难得有沟通的好机会 直询台背询台却没有官员议员 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 将整天议程改成书面直询 让市长侯友宜不用进议会 让市府有更多的这个市长 有更多的时间 来做市政建设 我们希望透过5月1号 全部书面直询的方式 来凸显劳动节 就该真的让劳工好好的休息这件事 emotional damage 当获得国民党立委提名的林金节 脸都不要了 抱好猴大腿全力开舔 把总直询排进五一劳动节 然后当天议员市长直接放假 叫你提去劳工 你直接把自己当劳工 当选民还在痛骂民进党 行政效率差 立法监督不利 国民党也带各位回味国民党的玩法 听说你是愿意为国家 尽最大的贡献 承担的意愿 来做总统 什么事情 让你齐心动念 中央做肯愿意不要为选票考虑 也不要分认了你是哪一个颜色 哪一个党派 大家展现出合作的态度 那咧 我们国家才有机会 这也是我一直心里想 如果我们来换 我们来做 会比别人做得更好 碰到很多想要改变的 但是中央迟迟 没有给我改变的机会 不用怕我做太多 比较快来划 我就做得更多 做得都是我们国家的福气 你是怎么样 从你说你说到我说我说 这种等级的为球给打 我还以为到了大鲁隔练习场 这是我这辈子看过侯友宜 讲话最顺的时刻了 每一颗球都这么甜 侯市长直接一棒炸裂 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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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中央在施政的时候 也有根据 县市的颜色 在做不同的对待 那疫苗分配也是一样啊 疫苗分配不一样 我就是要讲疫苗分配啊 前方在打仗 在守护人民的安全 后方在扯你后腿 疫情是全国上下要一条心啊 没有说我前面在打仗 你后面人 找了一堆人在骂 啊这个也不对 这个也不对 不是这个样子 新北市全国疫情最严重 到底赖清德 有没有来过我们新北 他是副总统啊 蔡英文是总统啊 都是为了选举来的 三年来 我没有得到总统 副总统 要到新北市来关心 我们的疫情 三年来都没有 他在叫什么 总直询直接变成访谈节目 AKA开猴皮大会 这是你看到的直询画面 这是我脑骨后的直询画面 今天呢可能是我第一次直询 也是我最后一次直询您哦 这只熊呢是王世坚同款的螺丝棋子组 是王世坚他送给蒋万安市长的 不是要来锁紧新北市政府的螺丝丁 因为各个局长的螺丝丁已经都拴得很紧了 希望您可以到总统府去锁紧 蔡英文跟赖清德没锁紧的国政螺丝丁哦 在即也没我手投紧 扣我尖歌的招呼说 还直接拿来抬轿 选举一道 蓝营候选人逐渐喊总话 民调落后仍在急起直追的郭董 也在昨天开出大决 展现一个商人为了达到目的 腰可以弯的多滴 毕竟韩粉的党员票还是很多的 我一直很疑啊 在四年前的那场选举中 我及我的团队 对韩市长的言辞 有所得罪 至今能耿耿于怀 借此机会 还是要像 郑重的 向韩市长郑重的致歉 莫忘事实上不远多 至今能让我耿耿于怀 我从韩市长身上学了很多 今年呢 为了能够赢得胜选 我是希望能够跟韩市长一起奔奸作战 你别打你啊 你别打你啊 百分之九到十二年利息 在二零一九年开始贩卖大量债权 没想到百分之九十虎都是假的 全台超过五千人受害 损失金额超过二十五亿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当然也很难会有丢钱投资 每年可以稳赚不赔十%报酬这种事 好险我穷的只剩下感情可以骗 而且还没有人要骗 不愧是经济最好的时代 随随便便都能卷几个亿 IMB台湾金融集团是由土地开发公司 川城集团董事长曾明翔和儿子曾国伟 在2015年创立提供媒合债权买卖的服务 总经理曾国伟曾在4月29号召开协调会承诺会负责到底 隔天至结稿前却仍神已消失 是曾国伟在这边的首先要跟大家审认 是真的有跟大嫂的 就算是入狱服刑 等到我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还是要把大家的决心呢 放完 The next day 我没有权利代表董事 所以今天公司负责人不会出现吗 不会出现 那负责人现在是要怎么注意这些事情 是你今天要讲的流程吗 我不清楚 我就问你们你是希望我继续讲 还是我现在离开 你要大声什么啦 果然欠钱的比借钱的大声 我说了会负责就是会负责 至于怎么负责我还没想到 反正关个几年出来又是一尾活龙 IMB采用的是P2P peer2peer的模式运营 提供那些无法向银行借钱的民众 以个人对个人的方式透过平台 媒合找到愿意借钱者 只是现在IMB直接变成IM傻逼 被传出担任代言人的盛竹如 也紧急跳出来回应 我从来没有代言 也没有拿过他的代言费 就是去过一次在那边拍照 我就希望被诈骗的这些人 好好的团结起来 能够告他就告他 不要让我受很多冤枉 我说你这样可不可以啊 拿我的这个放一个好大的照片 放在邢天公那个外面 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我跟他打过电话 说良心话也是算 团结力量大 一起睡公元 3-5%的美债都要考虑风险了 这次的10%不叫风险叫风化 尽管会说明IMB非其监管对象 但可能涉犯银行法 检调已经启动调查 受害者们更成立自救会 希望能讨回公道 提醒各位民众 投资一定有风险 当一件事情好到不可思议的时候 那很有可能就是骗人的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摆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